BODY HELP ME NOOOOO 這熟悉的印象 有沒有將你的思緒一下子拉回童年 那個一把左輪沾土水 點壞無數雙飛燕的童年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這裡是用星座彩蛋視頻的羊群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期懷舊經典遊戲 VR特景2的彩蛋和細節視頻 VR特景2是由世家於1995年所開發的 第一人車射擊光線箱遊戲 曾經長期名列街機排行榜首位 一直到PC之後更是大手歡迎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 VR特景2是很多人接觸到的第一款射擊遊戲 甚至是很多人接觸到的第一款PC遊戲 現在我們就來排一排 VR特景2裡都有哪些神秘的彩蛋 細節和秘密吧 第一個彩蛋 我們就來說一下遊戲裡的隱藏武器 在遊戲三大章節裡 主角一直都是拿捷把六發左輪和土匪鬥智斗勇 而實際上遊戲反應擁有固定的隱藏武器 比如一開場我們所熟知的珠寶殿 在一樓左邊這個相框裡就藏了一把機槍 而且需要打上好幾槍才能拿到 可以聽到導致相框的音效明顯不同 比如這個廢棄的軍用樓前面的垃圾桶 比如說建築工地的垃圾桶和木箱 比如第二關碼頭辦公室二樓的電腦 這些地方都常有隱藏武器 呃...拿到馬格蘭手人手槍的時候 不小心點了一下人之又美了 比如第三關門前面隱藏得很深的西頂燈 居然藏了一把機關槍 這些小細節小彩蛋 總會讓我們衛星禮效 增加了不少樂趣和刺激 具體的15個隱藏武器獲取方鼠壓軍 就留在視頻詳情了 顯然在VR特警2裡面 主角是有三位 其中有一位還是帥得一匹的身穿盔甲的女特警 呃... 那麼問題來了 遊戲過程中我們切換角色嗎?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方法是奇怪的 在選章節的界面 選好章節之後按住鼠標右鍵 也就是換彈鍵直至遊戲開始 你就會發現你的角色變了 變成了這個黃頭髮的帥哥 嗯... 這還是真的是 非常奇怪的切換角色的方式 好 這是第二個彩蛋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第三個小彩蛋 通過打開初始化文件 在遊戲設置裡 我們將Extra等於2添加進去 保存在打開遊戲 就會發現開啟了神秘的特殊模式和作弊模式 在特殊模式裡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極大增加趣味性的隨機模式 這個模式下 敵人出現的順序會被打亂 這樣就更有挑戰性 當然還有鏡像模式 將整個遊戲鏡像之左邊 以及最歡樂的大頭模式 一旦打開這個模式 不管是特僅你自己 還是兇悍的匪徒 都變成可愛的大頭娃娃 整個畫瘋子這樣突然蒙了起來 非常的歡樂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第四個彩蛋 隱藏的特殊武器 在作弊選項裡除了自動換彈以外 竟然有武器選擇模式 經了個 待開啟這個模式 就可以在遊戲中隨時暫停 然後通過換彈鍵 也就是右鍵來切換武器 再也不用一把小左輪打全場了 想要換什麼槍 換什麼槍 而且這裡甚至還隱藏了一把特殊武器 開啟這個選項就可以切換了這把 名為Special的武器 無線子彈 射速極快 聽著聲音 是加特林就像沒跑了 一個字 爽 到最後一個彩蛋了 其實這個不知道是彩蛋還是bug 還是說製作組刻意為之 在遊戲一開始選章節的時候 在倒計時結束之前 射擊小箭頭這裡 就可以直接跳過前三章 進入最終的BOSS戰 哇 當時楊彥君知道這個小彩蛋的時候 驚為天人 話說最後這個BOSS還是挺好打的 裸的一撇 一點驚喜都沒有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VR特景2 彩蛋 細節和秘密的所有內容了 雖然這款25年前的遊戲 隱藏的秘密並不多 但是這款遊戲 竟有著獨特的魅力 楊彥君在露宿賽時 發現很多時候都會停不下來 就彷彿有一種魔力 在吸引你一手打下去 啊 真的是超美好的童年回憶啊 好啦 這也是用心做 才能視頻的楊彥君 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點贊 評論和關注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 掰掰 unstoppable 三河 順 突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